可以用 評價五顆星 太棒了這個 掰掰 掰掰 謝謝啦 掰掰 各位太多美女 記得在臉書或是病房網站 掰掰 哇塞好厲害喔 嗨 各位Mescape的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在台中的這個 確施旅店喔 這家旅店呢 呃 之前我就一直想要來這邊體驗 那這個地方呢 有什麼獨特之處呢 這個地方是一個無人旅店 也就是說 從你從門口一進來 到進房間的check in 都不會有人為你服務喔 全部都是自動化的 然後或者是自住室的 所以我們現在剛到這個 旅店 那我們現在要進行check in的動作 你只要預定這個 無人旅店的時候 它會用簡訊的方式呢 給你一個房間代碼 那另外這個地方呢 是它的寄放行李的地方 非常特別 你看到這裡有個機械手臂 超大的 因為它這個飯店是3點之後 才能夠check in 所以你如果3點以前提早進來的話 有些遊客啊 來到這個地方啊 你如果想要寄放行李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放到這個裡面來 然後它機械手臂就會幫你 處理這個事情喔 入住報到 請去入確實號碼 好 42780555 好 確認 確認 請去入行的第三季 有了有了 我的名字已經出現在這個地方了 你看這個地方是林園 這個要感謝這個確實旅店 因為這次它贊助我們 這一次的體驗好不好 入住時間 你看3點之後check in 隔天早上11點以前啊 要check out 這個房價都已經含服務費 跟營業稅 然後裡面不能抽菸 盡子攜帶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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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 請選擇掃搖證件日行 喔 那還好我有帶證件 本國 請將證件放置於掃搖區域後 點選拍照 然後這樣子嗎 拍照 好 掃搖珠 有了 這裡 一張房卡 有了 出來了 好 確定完成 請領取房卡 我們現在要check in go ok 413嘛 對不對 這裡一樓是check in 休息 行李寄放 然後二樓是客房 三樓客房 四樓客房 所以二三四五都是一樣 開心嗎 今天帶你來體驗 所以它安全做得還不錯 就是你如果沒有房卡 你電梯進來你也上不了 我們走這裡 左邊 好 歡迎光臨 哇 哇 哇 這個門是這樣子 算 好了 幹 再衝上去 它剛剛這邊有一個開機確認中耶 24度 它剛進來的時候還沒有冷氣 那你這個房卡艙有時候冷氣呢 它就自動會啟動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裡面這個坪數 這個地方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這個背包旅 旅店 全部都自助室了 液晶電視 空氣清淨機 空氣清淨機 然後還掉衣服的 牆壁上的裝飾 還不錯 這是電話 這是很復古的電話 但是 其實它還是屬於按鍵式 不是那種 它是造型 是復古的 喂 欸 湖南呼叫北定 湖南呼叫北定 聽到請回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洗手間 這洗手間呢 空間呢 其實還可以 滿乾淨的 然後呢 浴巾 然後 洗髮巾 墨浴爐 整個環境看起來很乾淨 然後 也很新 那 牆壁呢 你看壁面 其實這種壁面 你看這種 它是用白色的油漆下去 粉刷的 然後 上面都沒有太多的髒汙 只有兩種其實 一種就是這個是 新粉刷的 第二種就是 這個飯店 非常新 機器人自動送餐服務 真的還假的 就是我們在樓下看到那台啊 樓下 它會自己上來嗎 我不知道 等下 那我們今天晚上就吃這個 好 看看可不可以啊 好啊 我們今天晚上吃這個 試試看 損壞賠償表 你如果東西給它弄壞了 要賠償 好 牙刷 梳子 刮鬍刀 浴帽 然後這是什麼 那妳 泡咖啡的 泡咖啡的杯子 兩個 對 然後 泡茶泡咖啡 然後還有 吹風機 冰箱 欸對 欸 冰箱有 冰箱 這裡是冰箱 喔 垃圾桶 拖鞋 對 原則上 所有的東西都有了 那空間呢 雖然比較小 但是我覺得OK了 以這樣子的 背包客啊 其實這樣其實是 已經是非常非常舒服 妳說什麼 這有點乾淨 很乾淨對不對 妳晚上跟我睡一張床 這個床 兩個人睡 妳不可以搶我的棉被喔 好啦 這睡起來好舒服 這個枕頭很軟 枕頭很軟嗎 超軟的 我也喜歡睡軟的枕頭 但是要兩顆 這邊位於這個 台中西屯 也就是 馮甲大學的商圈這邊 外面都是夜市 另外呢 它這裡的無線網路啊 是不用密碼的 就是免費的無線網路 不過呢 我們要來測試看 它的無線網路速度 到底快不快 下載差不多 8Mbps 7Mbps 哇 上傳反而比較快 下載是8Mbps 上傳15Mbps 這種飯店的 這種免費的網路來說 其實是夠用的 我覺得各位不要看 這樣子好像很簡單 你要投資這種自動化 其實要花不少錢 我跟你們說 網路正在下雨 而且雨下蠻大 所以呢 剛好利用這機會 我們要來用 機器人點餐 機器人送餐服務 掃描上方QR Code 掃描QR Code之後呢 就會進入它的這個網頁 小吃飲料素食清食中餐 西餐異國主題餐廳伴手禮 是不是 這是美食地圖啊 哦 我們來點個那個胡椒餅 來把它加送來 好啊 交入購物車了 不用外送費用耶 哎唷 哦 那確定購買啊 OK 輸入房子好 413 取餐密碼1262 它會給你一個取餐的密碼 等一下機器人送上來的時候 你要對機器人輸入1262 它的餐就會打開 OK 不過呢 我們現在要去看看 機器人到底是什麼運作 走 我們去樓下 GO 等一下送餐人員 它會把東西放到裡面去 然後那台機器會送餐送到我們的房間 所以我在這邊攔截它 等一下看看 送餐人是怎麼把它放進去的 你會把它東西放進去對不對 就是我們要掃那個 然後它就會打開 哦 好了嗎 好了可以啊 已經在拍了 超讚喔 獨家畫面 哈哈 店家掃描QR Code 哇 然後它可以打開 然後再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關起來 然後他說待會 他會打電話給我 還是你會打電話給我 沒有他就會直接打電話 就有人去要找到電話 走了 然後他會轉另外一邊 噢 所以你的工作已經結束了 對 哈哈 ok 好好要去他了 我要趕緊去出餐了 請不要任務 他會講話 喔唷唷唷.. 咦 咦 那他要怎麼按 那他會自己 電梯門他會自己按喔 沒有 我不知道欸 他最多會在這裡 我是電車裡面的 7期二閃電 我年紀很小 動作有點慢 很貴電梯您要體諒我 把中間的位置留給我 謝謝您 要跟我 我要進電梯了 麻煩您往裡面靠靠 把中間的位置留給我 能再往裡靠靠嗎 媒體到您吧 謝謝 他全部自己操控耶 炸彈和火變魔術 電梯體型自成 我還是個小朋友 謝謝大家給我讓路啦 好酷哦 我到了要出去 我到了要出去 麻煩給我讓個照吧 好讓我出去 謝謝啦 左邊左邊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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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工作節目打擾我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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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電話在響耶 裡面電話在響 他已經打你 門關起來 喂 嗚 他通知我東西已經到門口 要我開門 嗚 哇 哇 辛苦你了 一二六二 很容易為您服務 在屏幕上點擊關門鍵 我會自動關門 如果您喜歡的話 也可以跟我合影唷 評價很可惜 太棒了 各位太多美女 記得在臉書或是進房暖站 幫我整個房子打 有好評 我媽媽會給我常吃的 掰掰 掰掰 哇賽好厲害喔 超酷的 他可以直接連接電梯 今天這一集很特別 我們從定餐到暖餐餐不到15分鐘 就到了 很快 好吃 Good morning 我喜歡他那個開關 因為早上 我們睡到 將近 快 七點半就起床了 早上起來 在剪片 我把那個桌子 稍微移了一下 昨天晚上我在這邊直播 剪片剪到現在 現在已經 十點了 刷洗臉 然後準備吃早餐 然後 我們要check out 然後等一下出去的時候 拍一下那個機械手臂 再拿那個行李的畫面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去check out 然後呢 讓各位看一下他的 全自動化機械手臂 走了 把東西歸位 收一收 這房間更小 那一間更小 對 然後再把行李放進去 對 然後再把行李放進去 有 好 按下去 完成 我以為他那個機械手臂 會把你的行李箱 或者是行李啊 直接夾起來放進去 結果不是 他是整個拖盤拖出來 對 這樣子才是對的 拖盤拖出來 之後把行李放進去 然後他再把整個拖盤塞進去 好 插入方卡 插入方卡 配方 沒有預約 請按查詢 部份 請插入方卡 第二張 退房完成 感謝您的使用 所以插兩張卡 對阿 完成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呢 我們在確施旅店呢 為大家體驗的這個 無人旅店 好不好 這個位於台中的 逢甲商圈這地方 福星路這地方 然後呢 他的單價其實不貴 而且他房間很乾淨 然後床很好睡 呃 該有的都有 那 非常適合背包客 來這邊旅遊的時候呢 可以來這邊入住 而且有看到非常多的 大陸朋友跟香港朋友 來這個地方 還有馬來西亞 好 今天體驗就到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影片 好不好 如果喜歡的影片 在我們底下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按訂閱 還加入我的微博 還有我的Facebook 跟我的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個地方 反正 這個地方 是 也不知道 好 來 滅